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继续给您分享AWS的课程 今天是第二期 不过在给您分享课程之前 首先我还是先感谢一下 能够开通我YouTube频道会员的朋友们 您的支持是小马一直做下去的动力 真的是非常的感谢 好 那咱们开始今天的主题吧 什么内容 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我是系统架构师 我是这样 就是说小马技术频道一直以来 给大家提供的课程 都是怎么做系统开发 做网页开发 做服务器团开发 对吧 我还真的就没有给大家讲过 如何架构系统 如何设计系统 所以我觉得把我这些个思想 融入到AWS的课程当中 咱们一起学习 咱们不仅可以开发系统 还可以去合理的设计系统 好不好 咱们奔着这个目标 咱们一起努力 OK 那咱们往下走 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就一个 大家请看 我希望咱们大家通过学习 我这道课程 咱们都具备一个 独立设计系统结构的能力 好不好 OK 在这地方 我给大家说一个 我当时亲身经历过的 一个广告公司的案例 是这样 就是当时我刚大学毕业的时候 找工作 对吧 我当时也是拿了几个计算机证书 然后也会了变成语言 30C语言 HTML JRscript 也都会 Linux也都会 然后我去找了一家广告公司 这是第一家公司 我也不知道 我去了 他说你会做网站吗 我说会 他说行 你来吧 正好我们这个公司 有一个新的 分了一个新的项目 这个新的项目 正好我正新组建 开发团队 正好就来吧 我听这 他太棒了 我能这英雄 英雄有用武之地 是吧 我就去了 结果我去了一看 我这公司 也就10个人 我公司很大 但是我这个公司 这个新的团队 这个新的project team 不到10个人 不到10个人当中 有一个美工 然后呢 还其他的都是营业 然后呢 系统开发去我一个人 我说这真行啊 这真的是英雄 有用武之地 是吧 那就开发吧 然后呢 他这个 这个team 这个新的project 是干什么呢 他是呢 营业很多 他是去各个 我们当时那样的城市 去各个区呢 就找这些个广告 因为他是广告公司 去拉这些个广告客户 然后他把这些广告客户 拿过来 我能把它做到系统当中 作为这个城市的 一个一变旗帜 对吧 就是说我这个城市 有哪些个服务 这个服务呢 坐落在什么地方 它的价格是怎么什么样 就做这么一个 像类似于这个 城市黄业的 这么一个网站 对吧 行 那我就看吧 对吧 结果 从这个网页设计 网页开发 写服务器端代码 然后构建数据库 包括安装服务器的硬件 当时我自然买CPU 安装服务器的硬件 包括安装服务器的软件 这还不算完 包括我这个 把这服务器部署到 当时的IDC数据中心 我当时是抱着的计算机 抱着这个服务器 我自我一人去的 所以说 我当时进的 这个第一个公司的项目 真的是成长了很多 所有的东西 我都经历过了 然后我抱着这个服务器 到了一个数据局 当时数据局叫IDC 然后给你们还设上 硬性设上一个IP 然后搬到他们的机房去 然后跟插上 然后我一看 机房里面有好多的电脑 一台机器 一台机器的 我知道 当时确实是真的很学东西 但是学东西是学东西 系统做出来非常的丑陋 所以我给我的感觉是什么 啥都是我一个人干 对吧 当时的系统设计成什么样子呢 我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我的新做的课件 大家请看 就这么样子 只有一个IP 对吧 当然我还绑了一个外部IP 对吧 然后呢 只有一台服务器 这服务器呢 从这个HTML到后台的编码 然后到这个数据库 都在这一台服务器里面 当时我记轻手机 是16G内存 都在里面 居然呢 还能跑了一段时间 就这么一个非常 也没有什么设计了 对吧 反正来需求 咱们就给他写写一个网页 然后部署进去 然后加个数据库 就完 就这么简单的东西 这个东西呢 怎么说呢 没有做严格的设计 什么安全考虑 而且这个网站还被黑过一次 因为一开始吧 我这个登录的时候 这个FTP没有受口令 当时还用说FTP 没有受口令 所以呢 还被黑过一次 我慢慢慢慢通过这个事 我慢慢慢慢成长 就说 咱们如果想做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的话 是不能够这样设计的 对吧 咱们应该有合理的计划 合理的安排 各个方面考虑周全之后 然后呢 再去设计这个应用 设计这个解决方案 对吧 所以说如果现在 我再 我还是大学业生 我再进这家公司的话 然后这个Team Leader 应该是我们项目经理 给我再提这个要求的话 我应该会考虑下面这几个问题 我呢 跟大家说一下 好不好 咱们一起来看一看 就这地方 大家请看 咱们在设计系统架构 是要考虑什么问题 一到今天为止 咱们考虑问题 都是说 咱们怎么编码呀 用采用Java呀 采用PXP 采用Python 咱们怎么编码 都是这些问题 其实不是 您要搭建一个新的应用的话 从硬件到软件 从安全到成本 都要考虑 对不对 那么如果是今天的小码 我会考虑什么问题呢 我把我的思路跟大家说一下 比如说 咱们在设计系统时 是不是要考虑 咱们需要几台服务器呢 对不对 然后每台服务器都负责什么功能呢 比如说Web 比如说缓存 比如说数据库 对吧 另外呢 咱们服务器 每台服务器都需要什么样的硬件配置呢 比如说 这个我敲错了 这个是CPU 敲出COP了 CPU 比如说您的这个CPU要求都是多大 多少盒的 需要多少内存 您是用SDD还是用HDD 对不对 这些东西都要考虑 包括您的网卡 是用多少兆的 是用百兆的 是用千兆的 对吧 同时 咱们服务器放在哪里 咱们就放在一般的普通的IDC 还是放在咱们云端服务 现在云端服务比较多的是 Amazon Microsoft Google 对吧 咱们该放在哪里 然后呢 咱们服务器需要装什么操作系统 您是装Santo 您是装Ubenture 还是装Windows 对吧 同时呢 咱们服务器需要什么软件 您是Apaq 是EngineX 是Tomcat 是MySQL 还是Postgre 还是Oracle 还是SQL Server 对吧 这些东西都是咱们要考虑的问题 同时 咱们网络构成是什么样子 不能像刚才的小马 就一台服务器 什么东西都在里面 Only in one 看起来又肿又大 是吧 其实是不对的 咱们现在应该是如何考虑 咱们真的一个大系统的网络设计 能不能加负载 咱们客户端在哪 咱们中间层该怎么设计 服务层该怎么设计 数据层该怎么设计 分析层 现在都讲到大数据分析 对吧 包括现在还讲究AI层 以前我的设计系统是没有这个 现在还多了AI层 就说 那么数据都收集来 然后做成数据壶 然后该怎么分析 分析完之后 把分析后的数据存在哪 然后AI去分析 咱们分析后的数据 然后再得到一些个报道 给公司的上层看 对吧 这些东西该怎么设计呢 同时咱们IP该怎么规划 咱们分几个子网 每个子网里面容纳多少台主机 咱们一共有多大的一个子网 然后咱们公司还分有很多分店 分店跟分店之间该如何的连接 对吧 这也是咱们该考虑的问题 同时咱们需要几个子网 哪些个网是对外公开的 哪些个网是对内公开的 因为咱们要考虑到安全问题 对不对 同时大家请看 咱们该如何设计这个网络安全呢 比如说服务访问授权 咱们如何跟踪每一个用户的行为 包括咱们数据传输式的加密 以及保存式的加密 包括咱们如何用这个瓦夫 来真听咱们的用户反过来 URL是不是有攻击 包括这个是不是DDOS攻击 对吧 咱们都要考虑 同时这还不算完 同时咱们还应该考虑 咱们搭建好的IDC服务也好 咱们是云服务也好 如何与本地连接 就是说咱们公司内部 怎么连接到IDC 或者说云端的物理网络上去 然后咱们可以直接连接之后 操作数据 保存数据以及更新系统 对吧 咱们不可能通过公网去更新 咱们毕竟是私有网络去更新的 对吧 这套机制该怎么搭建 同时咱们如何提高咱们服务的可用性 咱们应该考虑如何做服务附带均衡 如何咱们多区域的部署 对吧 咱们不仅要部署可用区 还有部署在分布更远的距离 然后咱们如何做到全球化 把咱们应用 如何快速的传搞全球任何一个角落 中国大陆区除外 因为中国大陆区跟全球是分开的Amazon管理区 同时最后 咱们如何的节省成本 对吧 这都是咱们作为系统架构师来讲 所要考虑的问题 这些问题都考虑完之后 咱们再考虑 咱们使用Java 使用PSP 咱们该用几个数据库 咱们该如何做系统设计 然后用户需求是什么 咱们该采用什么瀑布式 还是采用阿加勒的方式进行开发 再是那种考虑的东西 对不对 所以说我认为作为系统架构师来讲 我在AW课程分为两部分 一部分是进行Infla Infla就是网络建设 咱们该怎么考虑 另外就是咱们软件开发该怎么考虑 这两手我都会抓 咱们还都要硬 对吧 那么基于我现在的经验来看 如果我再进这家广告公司 我们项目经理再给我提这个需求的话 我该如何设计呢 我简单的画了一个图 咱们看一下 这个其实也是Amazon的九牛之一毛 但是我认为就能够满足当时那家公司的需求了 咱们看一下 大概就是这样一个网络设计的结构 大家请看 从左边开始 我用的是Amazon的CloudFund 这是干什么呢 这个是相似CDN服务 能够最快的把最新的数据传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对吧 然后大家请看 通过root53 这个是DNS的服务器 然后通过ELB做负载均衡 同时通过GodDuty和WAF做网络安全的监控 然后通过Internet Gateway进来之后 大家请看 我把咱们真正的服务器分成两个区 一个是AZ-1 一个是AZ-2 可用区 Available zone 对吧 OK 然后咱们服务器还要再分为Master和Slave 主从数据 对吧 如果主服务器倒了 服务器还可以使用 然后咱们还可以再建更多的 这个叫做什么 Lidl Aplica 这点怎么翻译 就说专门读取线程 读取器 对吧 Amazon的知识也非常好 叫Lidl Aplica 然后大家请看 下面 我如果用户上传的文件 我该怎么保存 对吧 然后咱们所有的内部服务器之间 如果说有共通文件的话 咱们该如何保存 这就用到S3跟EFS 对吧 然后咱们整个服务器的集群 该如何监控呢 会用到CloudWatch和CloudTrail 对吧 然后还没有完 大家看我这个图的右边 右边是咱们公司的内网 那么咱们公司内网 如何和咱们虚拟网络进行连接呢 是需要通过Direct Connect 这种服务进行连接 对吧 也就是说 如果今天我再给那家小广告公司设计方案的时候 可能我就会这样设计 当然就算我这样设计 使用到的AWS服务 也只不过是九牛之两毛 很多很多的服务 其实我还可以往里加 但是考虑到成本 我就不再往里加了 那么咱们以这种设计来看的话 是不是提案的成绩率会比较高 公司的经理会比较满意呢 对不对 所以说我这套课程 也想帮让大家 咱们一点一点的学习系统架构 咱们完善咱们更多的知识 好不好 OK 以上呢 就是我AWS课程的第二期 我的目标呢 是咱们大家不仅成为开发工程师 同时也要成为系统架构师 好不好 咱们一起努力 大家加油 好 那这期视频就这样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在今后的视频再见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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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